你有沒有想過 住在一間過百年歷史古蹟的生活 到底是怎樣 整個屋很黑、很濕、很霉 家中總動員 我一早爬上了瓦頂 我的大姐在下面接著的瓦 我女兒,女代給我的兒子、老婆 將它放在二樓 這裡還在一間大山卡拉的古蹟 你住在哪裏? 首先我去講西貢 不談充在哪裏 不談充 那天再進去 然後最後總括一句就是 在這裏的生活 可以有多談 颱風、落大雨水浸 沒有電話訊號 他們常常見到 來到這裏 他們一家六口 都要重新訪問如何生活 七百萬種生活 我一百三號的生活就是 活到老、學到老 因為我們每天都來摘 今天收成不多 昨天最多 個個都叫我葉 我今年應該67歲 住在白山澳 七百年度 其實我一個同學 這間總是他們家 我十多歲已經放假 跟他們進來玩 那時我就想去耕田 所以就搬進來 只有桑紙 黑色的就可以熟 熟 熟 甜酸酸 是的 這間屋特別到可以吸引到阿葉 是因為這間 是有過百年歷史的 私人一級歷史古蹟 這裡是青磚屋 很大 進來這裡 就是我們叫下廳 即是我們的通道 再走前一點 叫上廳 上廳即是這間屋的祠堂 這裡就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好像馬蹄一樣 U型 在這裡就是 距離是第一個 攔著很多人 有多難 打開地圖找白山澳 你可以見到 是西貢裡的一片綠色地方 所以每天阿葉 都要親自山長水軟 鬆中毒中六的兒子上學 這個是今早給兒子吃的早餐 這個是Burger 5點半起床 有很多食物 用它下來洗臉 我就做早餐 吃完早餐 那我出去趴上車 早餐 早餐 剛剛起床 還沒開 尤其是睡不足 所以就是 上車要睡一小時 以前一段時間 我本來駕駛單車 送它回去 但發覺 坐在後面好像 搖搖浴 所以搞不好 風雨 這個時間我差不多出去了 6點9點出去 你知道早上的車流 萬一分鐘就很多車 湯在一起 這樣就會塞 你做一分鐘就差一段路 那我就走出去了 快吃 有同學問你住哪裡 有 我都 小朋友 我都來 一開始通常你會怎樣 介紹這個地方 有新樓 你待會上學那程車 你會做嗎 有 放學那程車 你要睡覺 照顧 不容量 同長度搬航 連續內 部份車線瘦了 通常你會記住到我 7點55吋之前 出租搬進去 有一個原則 我覺得搬進來 你上學放學 任何與學業有關的事情 任何時間我都會載到你的 一定會載到你 確保你不會理 因為在這裏回來去不到,你要去的本地 我放下的兒子就會去北航街街市 他一戰五上學 他每天都可以出來買菜 一定要帶保溫袋 保溫袋裡有冰、奶淚、乳酪 我都會用這個去買 這個放在裏面保溫血 就算漏出來,我回去洗這個很容易 如果多東西買,我會寫在自己的項目 那裡有什麼買呢? 星期五就買星期五的菜 這個放在那邊的雪櫃 因為這裡的雪櫃擺滿了東西 這裡有多少個雪櫃? 這裡一個,這裡一個 那邊一個 大概3至4個 這間河市大宅可以這麼大 是因為這裡曾經住過七房人 70年代開始,原居民慢慢搬走 阿葉和其他外國人才有機會住在這裡 但當初,這間屋的問題都一落落 當年,這間歐百多年 就是以前用石頭加一些泥漿 搭下去搭下去搭下去 經過這麼多年,泥脫落 第一,第二,被樹物的根莖進去 因為泥有落雨有水分 它就可以生長 這間屋就爆到這間屋牆 這間屋牆壯 已經有棵樹靈度覆牆在外面 剛剛割落頭 對,那棵就很嚴重 以前是木 需要換成原水通 因為凋空了很久 這間屋最厲害就是白蟻 本來應該托住屋板 但是它兩邊都鑄去 我熟成把它換成原水通 因為木屋都不夠有辦法 原先是泥漿 它不斷漏水 你看到水痕 對,那些水痕 我保留這個角度,不鋪上去 第一是另一種感覺 第二是看到有什麼問題 就是在外面補救 一邊住一邊做,但一間屋 起碼半年至九個月時間 所以到現在八年來都未收完 基本上基本的基礎已經做了 當下就是那個革近池 我們現在的法飯廳的廁所又不能用 可以的,它是水灌出來的 這個是石碑 我寫好了,想怎樣建 昨晚用了一個小時 找了,然後看清楚 我便做這件事 可以用這個嗎? 我用這個 我裏面本來是建了一個化分池 以前建了一個,裏面的模具就塌了 用不到 現在重新建了一個 就用這些很傳統的磚和水泥 做個結構 希望這次建完可以用三五十年 所以我第一次建了 他叫他阿安 他就是在這裡住的 你多久在這裡? 十年 村民有可給,都會找來幫忙 當然是要交給他們 了 我看夠足夠 對 我覺得足夠 你看這個被捆住 我也是捆住 因為是最劇,因為下完魚又滑 而且最怕是滑下去 走這一路,只一個人都能吹到 但一到斜路上斜路,就兩個人 早兩年,每年進入ICU一次 都是同孫中毒,身體出現問題 整個人都慢下來 很多事情是不會有那種魄力去做得到 幾乎一天 幾乎一天 汗如瑜伽 做過的不太厲害 我好像沒有你那麼厲害 這輛車比較重 好熱 其實葉先生,六十多歲老人家 這樣推法真是年輕也搞不定 葉由半途出家想做農夫 結果變成了做裝修師傅 又因為不會做,果用多了不少錢和時間 但它又好像只得其樂 雖然是新的 但這把鑽很明顯咬不住 好,這個就是暫時到此為止 我買了我的鑽嘴 安安樂樂 我只知道大概幾百萬 幾百萬是超過三百萬 其實這裏一邊做事都是加學費的 我比較知道,但又比較不知 所以邊做比較差 你不用洗澡,但最好懂一點 因為懂一點做到,不等於完美 但可以解決到問題 如果你在外面住,找師傅來換掉 但在這裏住的問題是,要找師傅來換掉 未必的 我喜歡DIY的人 我原先的目的是耕田 但福田到現在還未開 但這又不覺得是苦惱的事 因為我覺得人是隨著生活轉變 不是你準備好準備去做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活在當下 泥都擺了一百年了 我希望這個也擺了一百年 裝修師傅,有錢也不進來 但阿葉寧願貼錢進來 主要是因為這裏夠大 夠靜,夠慢 這是很個人的地方 如果我下午早點或上午 就可以做練習 晚上我就靜坐 你在市區覺得最寧靜的事 好像還沒試過 因為你要趕去做節奏慢 做完節奏慢 你要去到正常生活中才做一做的事 阿姨本身是做攝影師 和同樣做傳媒的老婆 可以過一種慢下來的生活 當然沒問題 但對他們的子女來說 就要花多很多時間去適應 我覺得好像很有型 住在這樣的地方 很厲害 但我真的問我 這麼遠 我真的有時覺得 太多了 我記得我讀書在中間 然後一定5時3時 就要衝去地鐵站 因為計算時間 最後一輛可以搭到西貢尾班車 回來的時間 那輛小巴是6時25分 所有5時3後的東西都拜拜 譬如朋友放了學 他們想逛逛 想逛逛商場才回家 一起溫習 之如此類 我就不行 始終女生晚上坐的士 尤其是小時候會害怕 晚上沒有街燈 那會有的 但是 你又不可以搬到出去 要一早回到你家 但是家裡又收不到無線電話 想和朋友打電話也不行 到去年為止 仍然只有8MHz電話線上網 那你們留在家裡 有些甚麼要做呢 打機 打機和打球 那時候上網是超慢的 所以最難應該是妄重 以前打機特別興 因為經常都會一機 有斷 真的打 尤其是COVID的時候 我又上大學 他又讀書 每個人都要用 家人也需要跟外面溝通 真的會告訴大家 這個時間上課 大家盡量不要看影片 可以的話就把盡量讓給有需要的人 你記得嗎 因為讓給你 所以你記得 這裡或者是藍牆場 因為疫情夢 剛剛沒打 買一個花 每天早上 起床的位置 出來打一會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家 可以這樣打嗎 沒有 沒有想過一個地方可以這樣打 本身不行 我現在的家 我覺得好玩很多 比起市區 而且我也不太介意 他 搭車搭兩程 我覺得市區 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雖然最初不肯搬進來 但進來之後 Sophie和Isaac 還有現在身處德國的大哥 都有一起幫忙 整理好這間屋 要不要把燈弄好 我要把燈弄好 秋天燒得多 因為秋天乾燥 搬進來就 自己家裡也可以 可以 打風 整個馬路攔住了 然後溫了兩三天 沒有電 無WiFi 用不到無線電 很糟糕 東西溶了 被迫著一起炭燒 有了有了 要不要關掉 燈不需要 不用 有它著 我想需要互相幫忙的情況會多了 因為我們可以說是致城 一角在這個山卡拉的地方 所以 一家人很多東西 更加感覺到 不是我幫你 就 沒有了 然後搬進來之後 住了一年 就是我中午的暑假 好記得全家一起在這裡 很認真地 我們要記住日子 要看著天氣 天氣不行 我弄不到屋頂 我們下雨 所以看著天氣 然後這幾天就搬屋頂 就弄屋頂 最深刻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 進來後 真的感覺到 這件事會強過在外面的時候 Derry要不要 這塊 我看明天 我明天有 Derry來說是很新鮮的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刺激 是很新鮮的 而且他們當時 還未感受到 也看不到 困難在哪裡 搬進來 就越住越多困難 遇到 蚊杖上有條蛇掉下來 水喉這裡塞了 這裡好像掉了水 水喉頭壞了 怎麼搞的 我覺得 如果這家家 你會有心去做好它 不當然辛苦 也不是我一個人做 當時有很多人幫我 那是一種很好的滿足感 還好 積極的 就是 配螺絲的洞 直徑 配螺絲的洞 這就是配鑽嘴的直徑 所以昨天我買的時候 買去就是配這個 這個就對了 這個就是FIDO 他完全不能答罪 他們好像裝修師傅 大家有交流心得 怎樣用一些簡餐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